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同样的衣服 一件衬衣在地摊上卖二十元 顾客会挑剔 搬到这样的店里 就算卖三十元都不奇怪 杨永红看不出来是杨永红现在的眼界不够 等她将来见识多了 以她的脑子肯定明白 但陈依依对此也太敏锐 这姑娘平时不声不响的 夏小兰还真不敢小瞧她 人人都有秘密 陈依依介绍自己时 只说了父亲是上班的 母亲是家庭主妇 夏小兰觉得这姑娘身上有种大家闺秀的气质 不像自己那么风风火火 很温柔 也很有洞察力 这时候也没时间去研究室友了 等第一个顾客确认要买了 夏小兰才走上去 恭喜您 是本店开业的第一个顾客 在享受九折优惠的前提下 这双丝腕就送给您吧 不用付款 啊 女顾客欣喜和意外都写在脸上 没付钱的时候 要说丝腕是送的 说不定还嫌送少了 人都是这心理 等已经接受丝腕要掏钱买的概念 夏小兰再说 丝腕送给第一个消费的顾客 惊喜的感觉简直成倍增长 杨永红还是没太看懂 这不就是损失了七块二毛钱 但她没自生 小兰家能把生意做这么大 肯定是有原因的 康伟坐在车内 软塌塌的没个正形 你瞧 几块钱的事 这女客人以后要买衣服啊 第一个想起来的就是蓝凤凰 我就服嫂子这脑子 幸好是把我给撞啊 小蓝嫂子要撞的脑子 那才就损失大了 能这样自黑的人是少数 偏偏少光荣还煞有奇事的点头 那可不 人和人脑子不一样 那建材店要是你单独开的 上午肉骨都不敢 两人在车里闲聊吹牛 有了第一单开门红 今天蓝凤凰的生意差不了 上午十点一过 蓝凤凰的西单店门庭若市 店里开始忙起来 夏小兰再没空管康伟和邵光荣两个 杨永宏等三人也派上了用场 要是没有他们帮忙 两个店员今天第一天实战 忙起来肯定出纰漏 夏小兰让陈依依帮忙收钱 自己也加入了推销阵营 其实哪用推销啊 有时候两个客人还会看上同一件衣服 有多余的备货还行 吃马不合适的 夏小兰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 说服其中一个客人选择其他款 让两人都满意 都在店里消费 而不是争夺失败后愤然离开 周姨就是在最忙的时候到的 邵光荣扯了扯康伟 姑嫂俩和好了 还请了她 没请吧 夏小兰和周姨关系啥时候这么亲密了 康伟一点风声都没收到 或许是巧合呢 咱俩先别说话 的确是巧合 周姨根本不知道蓝凤凰是夏小兰开的 光慧娥也不可能通知她 就算没有人约她逛街 周姨也想到西丹来逛逛 她这样没事业心的 周末除了去周家二老面前刷存在感 就只剩下逛街了呗 这生意可真够好的 我们在外面等一会儿 周姨也不想进去挤 新开业的这家店生意好得出乎意料 和地理位置也有关系 早知道就去秀水街了 爷呀 秀水街没西单热闹 这店还挺气派的 大白天的 店里搞得灯火辉煌 门店宽 橱窗精美 瞧着就和那些街边小店不一样 老板的传单不知道发了多少 居然有这么多人来买衣服 这种店 就要稀稀落落的几个客人 才能慢慢选 慢慢试 早知道啊 应该差开 17到20号开业筹编这几天 不打折了 总没有这么多人来挤吧 周姨一开始不知道佟莉莉要来 瞧见佟莉莉的人 她就黑脸了 好啊 你们合伙骗我 都说了有她没我 佟莉莉脸色顿时不好 周姨 差不多就行了 让周姨和佟莉莉彻底不来往 小圈子就真的要割裂 共同的朋友七嘴八舌地劝 邵光荣和康伟也没料到 是这种发展 现在两人更不好下车 今天这开门营业 可真热闹 佟莉莉这时还没瞧见夏小兰呢 一会儿进了店 会不会闹起来 康伟两人都对之前 在京城饭店的事记忆有心 邵光荣心想 佟莉莉这是带人闹场来了 夏小兰带她入股赚钱 把自己的复习笔记都给她 邵光荣还是很承认夏小兰 身份的 不能眼瞧着 佟莉莉来捣乱 她把车窗摇下来 就是为了面子 佟莉莉莉也不能走 佟莉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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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莉� 自己掂两下 周仪瞧着门庭若氏的服装店 一时没反应过来 这店是夏小兰开的 同类里 机遇 偶讯 这店是夏小兰开的 瞧着门店的规模和装修 得花多少钱呀 是周家 一定是周家 周家就喜欢夏小兰成这样 还给钱开店 不仅西单 传单上写着呢 秀水街还有一家店 同类里转身就走 她就是死 也不可能让夏小兰 从她身上赚一毛钱 难道西单就这一家服装店 她偏要去照顾别家的生意